太后 奴婢只是奉命 让常姓侯搬出秦年宫 回侯府居住 没想到 她大发脾气 说 您不喜欢这里的一切 便不敢留下爱您的眼 竟全该毁了 昊兰 你分明养的是头狼啊 太后 因为我的缘故 余湘邦才会如此生气 又连累您的名声 那是她自找不痛快 至于名声 我先是赵国叛徒 后是水溪女人 受世人唾骂 何时有过好名声 问心无愧 何去只有 太后 此次去赵国 我带回了太平花的花种 现在种上 若能开出花来 我再移载到旁边的假山上去 邯郸的太平花 老矮 多谢你了 平日我都在姑佑院 这宫里种的花 养的鱼 全都是你在打理 太后 我希望您 一年四季都能在这花圃里 看到不同的花 希望您 永远开心 这宫里 我就怕这太平花 水土不服 我去 琥珀 谁动了我店里的陈设 原来 放在这儿的白玉五人 还有那儿的青铜扶桑书座 都去哪儿了 太后 是我命人弄的 太后 这宫里的陈设 都是旧屋 大盗橱柜 小盗薰香兽 您住的 怎么会舒服呢 不必说了 按照店内原来的摆设 一切恢复原样 太后 我命人在咸阳城内 找了些石星的摆设 一会儿就送进宫里来了 您看一看再决定好吗 再说了 那白玉五人 他们在班的时候已经碎了 恢复不了原样了 那是先王命人为我雕刻 老爱 你 你竟敢问也不会 就私自处置 我知道 我知道那是先王所赠 我还知道那青铜扶桑树上 有凤鸟临枝 寓意着龙凤城乡 夫妻恩爱相随 但是 先王已经驾崩了 还命人焚了那些旧物 您当时生了多大的气 为何一回这雍城 您又命人去库存里 取回这两样东西 我实在想不明白 你不必明白 老爱 你只是个臣子 我是给了你恩典 但你不能因此得意忘形 忘了自己的身份 一个时辰内 将殿内一切摆设 恢复原来的样子 否则你永远别来见我 太后 太后请您先回去 她不肯见我 我就不走 奴婢好心劝您一句 人不能忘恩负义 要是没有太后 您能有今日的风光吗 时刻记着自己的身份 可别生出了妄念 真惹恼了太后 这一生你都别想再见了 来人 替长信侯收拾行装 诺 你真不打算见落矮 她未经允许 私动宫内陈舍固然不对 但她这是为了讨你开心 整个齐年宫上千人 落矮妄动太后请殿陈舍 竟无一人敢来通报 她的权力未免太大了 这不是好意 这是威胁和冒犯 你带她们下去吧 诺 你带她们下去吧 拿着这个 这儿呢 我呢 还不想让她们成为 她们成为了 这件事 她们在这儿 太阳子 她们进行 她们在这儿 她们在这儿 不然我 她们在那儿 如果她们在这儿 浩兰 你有没有觉得 觉得什么 长信侯 你干什么呀 你这儿不能走 你只是偷偷最深的皇 长信侯 你住手 太后 奴婢只是奉命 让长信侯搬出秦年宫回侯府居住 没想到 她大发脾气 说 您不喜欢这里的一切 便不敢留下爱您的眼 竟全该毁了 糟了 她怎么能这样 我的药草 全都毁了 浩兰 你分明养的是头狼啊 行惯礼 按照礼制 王上该在雍城的齐年宫 举行仪式 臣已命太史令先补士即日 待日子选定 便开始筹备典礼 众父为何决定得如此突然 王上年为疾惯 理应太后设政 然如今 烙矮深受太后宠爱 广结党羽 专善朝政 再不根除 一患无穷 惯礼后 文武官员 虽王上返回咸阳 只要烙矮离开雍城 便是下手的最好时机 臣 会将老爷的人头献于王上 权当重父给我王的成人礼 王上 权当重父 早日除奸你 真超高